这本书的主要破损就是这个书口 所以我们一般就叫六口 将书液与衬纸分离 把书液的断口对齐固定、润巢、粘合 正在修复古籍的姑娘叫侯玉然 是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的一名古籍医生 日常工作就是修复损坏的善文古籍 侯玉然说 虽然办公都在室内 但这一工作其实并不轻松 我们曾经修了一幅这个十三林的地图 它尺寸很大 大概就是两三米的那种 光接复备的这个时间就很长 要接两三天 然后你就需要不停地这个趴在案子上 然后同一个姿势来操作 因为这个画它一旦就是你开始了 就很难停下来 你需要保持画的潮湿度 但是呢太湿了 比如说夏天或者是梅雨季 你就又怕它长梅 或者是其他问题 就是你又得尽快完成 随着老一辈修书师逐渐退休 如今更多像侯玉然这样的青年匠人扛起了书衣的担子 也为古籍修复事业注入了新的血液 侯玉然回忆 在一次善本修复过程中 他和同事反复尝试 却始终没有找到与古籍颜色相似 纹路和质地相近的纸张 于是他们灵机一动 想了一个从未尝试过的新方法 我们当时修复的时候呢 因为想给它找尽量一致的这个纸张 所以进行了很多尝试 但是呢就是都不太理想 也是当时正好跟着有一个造纸工坊有联系 然后所以就想尝试自己抄一批纸 因为它每张这个纸的这个连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是又特意学了这个 怎么编这个竹帘子 然后用这个基本和原件一致的这个竹帘 然后去抄纸 抄出来的这个纸呢 然后我们再用它进行一个修复 基本上最后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这个效果 从中央美院本科毕业后 侯玉然前往英国一所大学的书画修复专业读研深造 毕业时 她的不少同学进入拍卖行或美术馆工作 出于对古籍修复的热爱 侯玉然选择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 自2005年起 国家图书馆先后六次征集入藏和田等地出图的西域文献 作为海归 侯玉然将在海外学到的西方修复技艺运用到实践中 因为我们管外文善本这个藏数量也很大 这些书呢也都有破损 因为西文术嘛一般都是皮装术多一点 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皮革 就是跟中国这个现状术可能最重要的这个区别就在于这儿 它会对这个皮子进行一些处理 比如说这个打薄啊 削薄染色 然后会进行这个粘贴这些就是还是挺西方挺传统的这些跟中文的不太一样 对比中外 侯玉然认为古籍修复秉承着求同存异的原则 最小干预修旧如旧等修复理念是中外共识 同时世界各国的修复师们也在互建学习 2019年 大英博物馆的修复师访问中国 侯玉然就作为中方修复师代表与他们交流 比如说像这个浆湖的吸筹 像我们这个现状术一般都是宣纸皮纸的竹纸 然后所以我们浆湖用的特别特别稀 然后但是像他们就是日常接触的可能是一些西方的纸张 就是本身就比较厚 所以我就让他们用特别稀的这个浆湖来修这个 咱们中国的东西他们就会觉得特别惊讶 说这个这么稀能粘住吗 然后后来就是也是带他们做实验嘛 就等于让他们看这个粘住的效果 他们也都这个挺惊讶的 如今侯玉然已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十年 她说未来自己还会继续修复更多古籍 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也让这一传统技艺接续传承 焕发新生